民政二十三年裡面 產生台灣多少審理 清朝兩百十二年 多少慣例 請台灣將近兩萬座寺廟 有沒有清朝慣例 你去找看看 不要馬上跟我搖頭 有啊 入港就有一些叫做曹大爺 有沒有 那個在房子的房間 被叮啦 不是 他不是主祭是 那個歇人會 從祭 旁邊的從祭 有一個叫曾大爺 曾大爺 還有呢 奉帝老 有沒有 只要叛亂的時候 以台治台 用台灣人消滅台灣人 那個人清朝就把你提升出來 台灣從來怎麼死的 從來都死在台灣人手中 台灣在掙錢不斷更替 然後在幾乎都是人格分類的情況之下 台灣人如何保持他的美好 又怎麼樣產生畸形的這種發展出來 所以在抽象的部分 我就告訴你兩大證言嘛 一個是最龐大的證言 主流系統 就是差力主義 就是拜拜 求起外面給我的賞賜的東西 那內在的就是一個智傑 那智傑的代表 我也把鋼藥擠出來 若不回頭 誰為你救苦救難 如能轉面 何惜我大慈大悲 哦 這樣而已 最簡單就這樣了 然後 台灣的宗教形式 最典型的是什麼 如果你要找刑事的遺跡 第一 風神島 三國演藝也可以 水武傳也可以 因為陳永華就是利用水武傳的 三十六天鋼七十二地上 把閩南一代反清勢力的精英集合起來 成立一個反共救國軍 利典在哪裡 在藍昆森旁邊的柯寮和阿寮 那裡就是從這裡 中國大陸分散 然後他的大本寧 陳永華躲在哪裡 躲在國藝後 搭乘著集水溪 這就是這半年我追出來的 最有趣的 我還以前都不知道 台灣的河流可以行使 我還幻想 集水溪一定在某個地方 有像美國的紐約州那個那個 那個印河 走過來 船走到這邊 要上來比較高海拔的這個地方 就用那個藍杂砸起來 填水 水浮起來 再往前走 要下來也是一樣 我還想像說 假設最瘦下去 說不定可以找出 這樣有趣的東西出來 而且一定還會有很多的文路 那麽被污名化的台灣宗教 那我們接著我們來談一下 我們傳統的教化裡面所產生的東西 當然有形的 他怎麽教育 教育小 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最多的就是透過 然後 那個 lis yu 那個城隍 這個城隍庙有沒有 城隍庙基本上是代表官方 澎湖的城隍庙最有名的就是那兩個 幾個匨ฟ 我告诉你,你一进门,城隍庙要设置在很阴暗的地方 然后传播十殿,人死后还有审判,对吧? 然后一进到那个庙,感觉就很阴森了 踏进第一天,一抬头看到一个很便宜,吓死了 上面写着,来了,你来了,女儿,她怎么知道我要来? 啊,女儿,再来到第二天,扭头马面,上面写了三个字 回者池,后悔太慢了 一短头,上面吊着一个蒜盘 你哪一天做什么坏事,哪一天做什么? 哦,只要进去圣红庙拜一会,三个月乖乖乖乖乖,不把她做牌台 以前是这样 然后呢,在透过那种教化里面,我没有念摄影文给你听我 那个每一季每一季都有她的教化的内涵 啊,那一种会用这个,要念刮丝 啊,不要理,不差 你知道咧,那个以前的我们阿嬷,那个闭人,那个生爱的时候 那一斤的闭下去,闭嘴喔,闭嘴喔,闭嘴到天边海角喔 让你呢,一硬无穷,成几何时,这样的台语荡然不存 现在的台语的词词啊,不能足足啊,那真的不好过来,那不知道要怎么念什么台语啊 然后这里面呢,核心的议题何在? 我们来总结的,就是说,叛利主义跟智利圣道的宗教境 宗教境 然后台湾宗教的有形的东西,基本上就是观音,马祖,王爷,三位一体 那我现在要谈观音,魔祖,观音的原理 各位,这可能你们会比较爱死,今天你们会比较冷的 因为怎么不能够像每天,像我那样给你们吃那个辣的东西 现在呢,要吃温和,但是呢,让你昏昏意见 OK,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问题 回去,走开 带就很高了,这里我看了